多倫多亞太和平博物館 已經正式對公眾開放了 目前他們已經接待了幾百名訪客 反應可以說相當好 有參觀者就呼籲 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中小學生 了解亞洲的二戰歷史 記者續然地報導 這個項目就是很震撼 就是因為很多事情好像聽過 好像731部隊只是聽過 但是沒有真正地去看過 有這個收集 從那個主要資源 我覺得他們做得很好很好的事 有到訪過南京 及廣島二戰歷史博物館的參觀者分享 多倫多亞太和平博物館的獨特之處 對我的感覺最大的就是 我進來的時候 前面的有個時間表 有個時間表 就是說到中國 日本 韓國 三個國家基建的官司 怎麼這個官司之間 以後仍是有日本 在東南這個情況的發生 這個見證的發生 所以這個我就是覺得 其他部門關口才沒有 我覺得還是挺好的 易友曾經是安審教師的參觀者表示 希望本地的中小學 可以教授這段亞洲歷史 不只是從那個高校 跟著那個 postgraduate的學生 應該有這個機會 應該從小學就開始 有這個exposure 可以有這個education 就慢慢有這個 以後他們自己有機會 要關注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基礎 所以去跟著再看多一點點 館長Flora表示 開幕一個多月以來 已經有近400名 來自不同國家 不同年齡段的參觀者到訪 反響令他感到欣慰 接下來他希望 有更多教育者和學生 來到博物館參與活動 9月份開始在學校開課了 我們就會聯繫不同的教育局 還有就是專為老師 而設計的一些teacher guide 希望他們來到以後 可以從不同的角度 去教導他們的學生 多倫多亞太和平博物館 是由慈善機構 亞太和平教育中心 推動建設的 全球首個以英語介紹 亞洲二戰歷史的博物館 有興趣參觀的民眾 可以前往博物館網站 進行查詢預約 奧姆尼記者徐安報導